环保是今天的人都非常想实践的一种生活方式 但是日常生活当中 起居饮食当中 我们怎么样去实践跟环保相关 相互动的这样的一些生活方式呢 今天呢我们请来和慧霞小姐 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些最新的环保的设计 看看环保的概念之下 我们的生活怎么样可以有滋味有品质 环保在设计领域中不是一个新鲜名词 在设计中考虑到产品 由使用原料至产品气质的整个生命周期中 减少对环境造成的伤害 以被认为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有效方法 成为了一种普遍趋势 将费旧物品循环再用 减少资源浪费 作为推动环保的一大原则 也成为许多设计师们的创作方向 今天特别高兴可以请到你来我们的节目里面 讲一个现在大家都很感兴趣的话题 其实说环保和环保的设计 好像现在已经成了一种大家都非常认可 甚至愿意去感受的这样的一个大的趋势 可是实际上环保的设计 有没有它的什么规范 或者什么样子的一些东西 才能算是真正叫环保的设计呢 其实现在市面上没有一个统一的一个范围 或者告诉大家怎么样是环保 可是大家还是可以根据两方面去参考 第一就是它的物料方面 到底它的物料是可以循环使用的 还是它本身就已经循环使用过了 还是它可以生物分解的 这个就是物料的方面 第二就是它的生产过程中 当然它的过程中没有非料在产生是最好的 还有就是它的用所用的一些电力 是不是一些绿色的能源 例如太阳的那或是水力风力发电这样子 其实这个范围还是蛮那种 就普通人的生活里面接触 还是不一定能够去了解的那么清晰的 所以就是要靠大家就是或是传媒 还是我们去告诉大家更多这方面的知识 其实如果说环保的设计 在今天我们比较多的使用范畴里面呢 哪一些大的分类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其实现在环保的产品已经非常的好 它可以做成椅子啊家具这样子 或是家里装饰的东西脱盆啊 或是餐具也有 还是女性都很喜欢的一些包包或是衣服 对所以各种各类的产品都有 其实你觉得环保的东西 它能够被人家接受喜欢 是这种看起来成了垃圾的这种材料 可以神奇的变化成有用的东西 还是真的是通过设计师的这种心思 才能够让它变得受到大家的一个追捧呢 其实以前我觉得大家认为 环保的产品都是垃圾或是没有价值的 可是因为设计师他用了创意 把这些本来不要的东西变成一个 你没有想过可以变成这么时尚的用品 那这个就把垃圾加值起来 然后又可以适合我们平常使用 很实用的 那所以现在就是慢慢这个环保的产品 就变成大家都很喜欢 环保的设计不代表要牺牲格调 反而意味着要加入更多的创意思维 废旧的物品可以成为创作的原材料 以全新面貌展开意想不到的二次生命 废弃的糖果纸和汽水拉罐 能制成怀旧的手袋 用过的玻璃瓶能毁炉烧制成新的家具用品 黑胶唱片可以压制成水果托盘 这张以塑胶废料制成的椅子 更是取得了环保和创意之间的最佳平衡 很少在节目里面可以拿着这么多东西 然后所以今天特别开心 其实看到你那个袋子的时候 特别像小的时候做的手工课 对 这个是用糖纸做的 对 这个是糖果的包装纸 其实因为我们糖果生产的时候 它印了很多 可是它很多已经没有用了 或是印错了 它本来就要丢掉 可是我们就是可以拿回来 当做一些手工这样子 编制成一个很漂亮的包包 这个除了糖纸之外 其实外面还有一层东西是吗 对 它外面加了一个环保的塑胶 所以它也是可以防水 这个真的特别像小的时候的 这个手工课程 然后看起来就很开心 那我手上还有一个这个 这个跟你刚才说到的一个 什么汽水是有关系的 对 你给我们解释一下 这个好玩的设计 这个其实你仔细地看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是拉环 汽水的拉环 就是所有那种一拉罐的那个拉环 对 那这个就是那个罐的底部 所以整个罐子 其实就是可以再使用 变成一个很漂亮的包包 那我这还有一个是 是对香港来说 非常熟悉的一个记忆 如果把那个镜头推得大一点 这个物料的这种 这个效果质感 大家都会觉得 这就是我们的出租车 现在已经变了 是 其实出租车它的座椅 常常都要更换新的嘛 可是可是旧的 其实它也没有特别的破烂 这个就是可以捡回来 变成包包 我们现在都带这个电脑出门嘛 对不对 这个可以装电脑 所以这是一个香港本地的 一个环保的一个设计 是 其实你看做了这么多 跟环保设计相关的 这样子的 除了今天我们手上的三件之外 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 还有哪一些地方 哪一些设计师的作品 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英国有个设计师 叫做Richard Richard Lito 他就是到处去收集 我们那些水瓶 或是塑胶瓶 收集之后 他就有用一个控制的温度 把它溶解 再积极出来 就变成一些条状的塑胶条 他就立刻把这些塑胶条 编织成一张椅子 对 他的过程当中 因为他只是利用 那个塑胶本身的粘性 他立刻就把它粘起来了 所以他没有用到胶水 或是其他的一些钉子 去稳固这个椅子 所以这个技巧也是很高超 而且它也是一个 非常环保的产品 因为我们自己也是 有从那个香港的餐厅 收集很多 那些红酒白酒的瓶子 其实每天这些香港 都有很多这种垃圾 我们收集回来之后 就把它融掉 变成一个好像托盘的东西 可以装食物 有一些客人跟我说 他可以装寿司 或是喝酒的时候 配着这个cheese去吃 这个也是很好 就吃东西这样一个托盘了 对 早前的米兰家剧展 再一次确认实用环保 是未来设计的趋势 设计师在环保的前提下 不断加入新鲜元素 令创作更加细致 多一点现代美学感 看起来与环保无关 对比新材料 回收再利用 将旧物见证的过去 与制作者的心思延续其中 具有更浓厚的人情味 其实说到环保设计的时候呢 我们会想说 哎呀这么时髦的一个词 是不是又是跟外国比较先发动 这样的一个潮流有关系呢 如果评估设计的话 这种环保概念的设计 是从哪里开始的呢 其实我想 中国人本身就是有这个 这个个性嘛 就是很 勤俭持家 是吗 对 其实中国本身就是也有 只是美国或是欧洲 它发起这个设计 比较就是比较快 本身中国人他比较 他只是自己有这个习惯 他没有去告诉人家 可是外国的话 他就是从收集物料开始 然后加上创意的设计 然后他们有这个平台 去告诉大家 去告诉全世界 他们有这样子的作品 所以其实我觉得 全世界的人 其实都有这个个性 只是怎么样去告诉别人而已 怎么样跟别人分享 自己在生活方面的一些 想法跟愿望的东西 这个中国人显得比较 谦虚和内涵多了一点 绿色的环保的 这是现在人们在生活里面 特别向往的一些元素 希望自己能够在生活里面 也能够尽自己的一分小小的努力吧 可是实际上 我们在选择这种环保设计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些事情 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些注意的点是一些什么事情 我想因为市面上 大家都在看到很多环保的产品 我想作为一个顾客 他可以去多问一些 如果他真的是很环保的产品 其实店员啊 或是我们都很想要跟大家分享 他怎么样的环保 或是再来就是 他会不会在自己的生活上面 其实也可以做到环保的一部分 例如他可能家里很多报纸 或是不要的杂志 他也是可以利用这些杂志 可能变成一个杯垫 或是变成一个艺术品 也是可以 或是不一定用到这些创意 他每天的生活习惯里面 可能洗澡的时候 就是洗快一点 这样子每天洗 洗少一分钟 这样子也可以 做到环保的这一部分 好 谢谢 geographic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